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要走时 人们发现他和常人不一样 他耳后长有三 于是人们把他当成怪物关了起来 准备处死他 第二天正准备要行刑的时候 一群海盗来到基地 在混乱之中 海伦和他的养女救出了男主 男主凭着过人的机制和勇敢 带着海伦和他的养女逃了出来 在海上 他们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总想找个机会把对方扔下 独自漂泊 后来男主才知道 原来海盗的目标是这个小女孩 因为小女孩的背上刻着通往陆地的地图 没过几天 海盗再次找到了他们 小女孩被海盗抓走 男主和海伦跑过一劫 后来男主只剩一人去营救小女孩 他偷偷溜进海盗的巨轮上 找到船上的油关 经过和海盗的威胁与争吵 男主最终炸了海盗的巨轮 正好这时 从岛上开小飞船逃脱的老爷爷路过 救出了男主和小女孩 老爷爷看到小女孩身上的纹身 最终悟出了他身上地图的秘密 经过一番寻找 他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陆地 那里清山绿水 小女孩也在那里看到了父母 原来他身上的纹身是他父母纹上去的 然而男主此时已经进化成了人鱼 再也不适合陆地上的生活了 他最终选择了独自驾船离开 两番远去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科幻片 它上映于1995年 可惜 大概是影片的内容太过超前 在当时票房很不理想 甚至被划入了烂片的行列 其实他的故事设定脑洞很大 特效逼阵流畅 即便是放到20多年后的今天 也是科幻片中少有的上层制作 可惜 生错了年代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去看一下哦 好啦 小伙伴注意到下方